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Ivan 來到五仔這個頻道和大家講一些 關於理財、財經的資訊 十幾年都未試過 什麼事? 震撼彈 領展要攻股 我聽都沒聽過 估都沒估到 十七年 十七年上市, 十七年第一次 真是慘 希望大家可以給個讚、訂閱和分享 五仔這個頻道 究竟是否應該要攻呢? 因為很多人都有的 八二三這隻股票 不是叫大家馬上去買 或者馬上去買賣 但是大家可以自己分析一下 聽完我之後 聽完我這十幾分鐘的分析 理解之後 你才決定 究竟我應該 每手拿到八百多元去攻 但真的 當然你要考慮很多事情 究竟這次集資是一百八十八億 雖然他說 我便宜三成給你 現在六十幾元、四十幾元 是賣給你 但真的 這幾年收了這些利息 真是八百地收回來 都是交給他 所以你經常問 真的 你問我 我一向都不支持 賣香港股票 我自己一般 你賺了賣後 你真的要賣出去 是得個吉 剛剛 這是五公一形式 即是 如果你有手 可能 現在是六千多元一手 你便可能要賣八百多元 公股價是44.2 折讓了29.6% 即是三成 是2005年11月上市 第一次 涉及將規模增加 集資成190多億 他說 用來做什麼 原來幫他還債 他真的 借了很多錢 又投資了很多東西 以及一些經營的資金 他說 四至五成是用來還債 包括一些2023年到期的 一些70至80億的銀行 這些錢還給他 還有一些債券 循環貸款 幫他手下還債 其實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其實 以前是領會 都是因為 因為當時 2003年 沙斯很慘 政府便沒有錢 又要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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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賺賣資產 是否特別賺賣呢 那時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市道不太好 你不賺賣也要賺賣 每個人都想抽一手 頭頭上市的時候 好像每天都升十幾個百分比 當然上上下下下 其實整個發展是怎樣 我告訴大家 大家要注意一下 一個日期 沒錯 就是月23日 之前你拿著這款 你可以買賣 之後 2月24日 之後 你就除了權 那是什麼意思 你沒有這隻股票 沒有什麼機會 可以公股 沒有公股的權 你有這隻股票 你就有公股權 去買這個 到時決定 究竟我公不公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日期 大家要留意清楚 其實過往這幾年 他都投資很多東西 包括去年12月 買了兩個新加坡零售項目 涉及127億港元 這兩個很漂亮的 御囊坊和Spring Buy商場 還有一些 之前投過 觀塘非辦公室的商業用地 還有浙江、江蘇的物業 澳洲等 他近幾年 特別在海外 買了很多不同的停車場 倉庫 這些 寫字樓發展的東西 但早年 其實在2014年開始 他不斷買很多 內地的樓房 寫字樓 或者商場 所以他不斷地 東徵西逃 好還是不好 他說這次 拿來 幫助營運 之前欠了一些錢 沒辦法 這幾年收租比較困難 租金是厚一點 壓力的 但是 你知道 香港的租金哪有便宜 除非 一定會逼人離開 所以 領展 確實賺錢 蓋水能力非常強 如果是中國全世界 這些 收租股 其實他的能力 確實是挺強 因為 迫走很多 沒有能力的東西 進軍了很多食股 集團式 現在 去到領展 全部商場 都是那些 不是麥當勞 不是那些 KFC 是那些 比較高檔的 快餐店 所以 好像以前那些 找些便宜的 也很難 但是 公股一定要 有哪些公股 我覺得沒有公股 哪類 就是 那些公司 合併 例如十合一 那些 由一仙 變成一毫子 之後 再逼人去公股 那些 可能 到時 側到很低 可能側到兩仙 三仙 這些 借用這麼大 就肯定有很多 很多的財技 迫一些人去公股 加水 一公十 真是慘 這些 大家要深思 當然 近幾年 相對比較少的情況發生 通常是一些 以前 先股比較多的時候 可能是市場很旺的時候 通常 大家反而很有趣 公股是什麽時候 就是 通常股價 到這麽高的時候 差不多掉頭回落的時候 就開始叫人公股 所以大家 我不是說一定 823一定會掉頭回落 我不是這麽意思 我意思是 通常歷史上 統計都好像是這樣的 但是 大家都要有個心理準備 因為 你想想通常公股 可能折讓都是 百分之十五 至二十五 今次百分之三十 的折讓 不知道下個星期一 是什麽情況發生 大家 有個心理準備 或者 其實都可以選擇 如果你說我未必想公股 你便賣公股權 你有公股權 也有值少少錢 但多就不是多 這當然是一個選擇 只要你拿著那隻股票 你也有公股權 其實領展 主要是由 兩三年前 對 兩年多前 由五百個基金單位 跌至一百個基金單位 拆細了 那時候 真的 一搞到這些事情 真是不好意思 上升 上行的軌道 就開始跌穿了 跌穿了 這幾年都是一浪 跌一浪 當然 不單是關於他事 疫情也有個影響 所以 收租又難 出租又難 可能對他的前景 可能股民覺得 沒那麼好 上上落落 都是五、六十元 六、七十元 這些位置上上落落 最低的之前 可能四十多元 這陣子彈回到六十多元 也好像低位彈了不少 是時候想 要夾水 大家準備好了嗎 但是 你看到 其實這幾年 派息是穩定的 平均有四、五厘 每年都派兩個多 加上這三年 其實都派了八百多元 夠錢了 夠錢就是公股了 他的營業額 主要是關於他的收租 也是很穩定的 坦白說 唉 領展 只有加租 不是逼走小商戶 還是怎樣 對不對 真的 我 給我做完 我也不會租 你租不租 沒辦法 留下聰明的人 但是 每個人都叫苦年青 多少小商戶 相反 我被他害到 又要搞很多事情 又要給很多費用 變成 搞小商戶 完全 蒙鴨血也有 我們研究一下 例如流動比率 即現金 現存貨 多不多 一定要看流動比率 當然他沒有什麼特別的出動 即他沒有什麼存貨 基本上他都不是做這些小生意 都是出租物業的 所以 似乎近年 他的現金比例 就不是很多 其實 少於100% 都是 流動比率 即是 他的負債 都是比較 高 流動負債 比資產 高 所以 有機會 真的想辦法 他要加水 除了出售的債券之外 當然要你供股 其實也不是無跡可尋 這幾年 他的現金不是太足夠 例如其他公司 例如Facebook 近10年 流動比率很厲害 就算差也有5倍 這些公司沒有投資什麼樓房 沒有投資什麼很重的科技 所以這個比率通常會比較高 因為他的資產相對較少 例如很重的資產 例如波音公司 很多機器 很多貨倉 一般這些公司 反而是流動比率 比較低 也很正常 也不是說這些公司差 只是要比較不同的行業 所以他有不同的比例 所以 領展不是說不健康 只是說他近年有多少投資 他的經營所得的現金 都是穩定的 但是他部分的現金 始終這些是Risk 即是信託的房產型的信託基金 他九成收到的租金 都會派給小股東 沒有辦法的 一定要派給利息 所以他流到的錢 是不多的 如果他投資太多 他確實是要想辦法集資 這也是磨口非的 近幾年 他的非流動資產 也不是增長的 因為他自己也有賣感 簡單再跟大家說一下 但是他的負債 就開始 非流動負債 就開始多了 開始發出很多的債務 這些 所以近幾年 盈利也比較差 甚至是2020年 疫情爆發那一年 盈利也就是 葡萄倒閉 什麼都好 真的 營收是 只是負數 是盈利的負數 你看到現在 最大的幾個就是 Bedrock Estates State Street 和City Group 這幾個大股東 和銀行 都是持有最多的 8% 5% 接下來 都應該 主要是這幾個大股東 但是少於5% 因為他不報 因為 股東權力披露 這個條例影響 所以還有很多股東 不知道這些股東 不知道你們是否股東 但是這些 持有這些 他們都要公估 沒有辦法 但這幾個 都是比較大 有實力的公司 一直以來 一些人都疑病 說 你領展當年 是因為房儲 沒有錢 要因為沙士 所以要分拆這些物業 停車場 是不是 當年 盧少蘭 這個婆婆說 說 你基本上 沒有根據當初的條例 確保居民的生活 安定生活的 質素 條件 當然他很想打官司 聯同 鄭經漢 陳偉業 這些議員 去做一些公園的司法覆核 當然是敗訴 沒有辦法 但是 過往 你看到 其實很多次 這些上市 這些什麼 都是 很多這些訴訟 或者這些 就是說 究竟 哪些東西更重要 是不是一定要顧及 市民的福祉 你一上市 你就 那些資產 變成 市場經濟學 那些租金 一定的東西 一定會加價 害到很多 住在那裏的 無論公園、居屋 很多政府 本身政府的物業 都變成私人的物業 全部都會加價 什麼都有 例如有些車位 賣出去又要加租 有很多這樣的影響 其實主要 領展的9年、10年 都在鎮鎮鎮下 一直在儲存政府的資產 一直都是 都沒有什麼 說是很多精西土 去到2014年開始 就真的中軍大陸了 包括很多大陸不同地方 一些商場、寫字樓、物業等 同年領展厲害了 又入了恆新指數、成份股 還有債券 所以 最重要的是 在2014年開始 它的穩步上升得非常厲害 主要是那段時候 剛才看到這個股票 真的超級升很多倍 剛才看到 真的升了幾倍 從30多元升到90多元 到90多元升到35倍多 主要是那段時候 領展不斷向上升 尤其是近年 它已經賣了很多物業、車位 賣了給本地投資者 再賣了一些錢 進軍海外 包括澳洲色尼 一些物業 英國、倫敦金斯 穿碼頭的寫字樓 也有 包括新加坡的商場 也有 但是人們真的夠病 說你賣了車位 給別人 人家即時 連時租都加三、四成 賣給鄧成波 賣給炒家 當然是加租 對嗎 所以令到2006年之後 很多旗下的商場 車位都大幅加租 2008年 屋邨、街市 抗議 領展遲遲然 還未跟承包商 說說續租、續約的東西 又大幅加租 甚至迫走了很多小商戶 也有 2009年 178個停車場 外判給管理合約 中止 人們由8個小時 做到12個小時 但時薪 由28元跌到23元 當然大家記得 在2008、2009年 經濟不好 令到真的 不單止與其他事 而且整個市面都是差 但這麼差的時勢 你都沒有跟別人共渡時間 只會覺得你 是奸商 是不是奸商 真的 從來 2012年至13年 每個月平均的租金 都是給市面 很多房署 那些客客的街市 赤租都是高 差不多一倍 你在租67元 房署那些是37元 熟食黨24元 所以令到領展下面的商戶 叫苦連千 沒有辦法 不可以賣貴一些 所以之前東方的站文就說 基本上領展壟斷了整個公共房屋 屋邨的商場 街市 令到一些人被人任人如玉 不能選擇 令到一些人苦不堪憐 我覺得這句話真的說得對 令到一些人 你是不是真的所有事情 都要照顧這個資本主義 不是 香港是照顧主義 沒有辦法 對嗎 但是 始終大部分香港人 都住在這些 公屋、屋、這些生活的東西 就算附近 不要說私人樓的居民 都會去這些商場買東西 對不對 整體的通脹真的被你影響了 很多人 包括天水圍 都會去屯門元朗買菜 甚至我提到之前 要去東門射口買 這幾年不行 但是 人人都說 你又不開 天水圍 你又不開 食環署的街市 你搞了一些人 所以 終於 前年 2020年 大前年 都已經 曾經開幕了 天壽路的臨時街市 但是我沒有追蹤 現在還在這裏 大家告訴我 還有 剛才說 將車位 加租 令到人們 真的很反對 最貴的車位 150萬 賣出去 是不是有違了 當年的地契 會不會被非住宅的居民使用呢 所以很多人都救命 這件事 阻礙著公屋重建 也試過 原來這麼兇 原來要問領展才可以重建公屋 因為下面有一個商場 要問問條例 所以很多這些 當年急急上市 2005年的時候 急急上市 很多法律的事 都還未能處理 所以 真的很多人都救病 究竟 現在是 房屋處大些 還是領展大些 哈哈哈 正路應該房屋處大些 但是 領展作為一個上市公司 當然是為了小股東 股東的利益 現在你說供還是不供呢 正路 其實你問我 如果你本身有 你沒辦法不供 如果不供 你會貪薄股權 對嗎 但是你說你本身沒有這個股票 是不是這個時候買呢 或者下星期跌下來買呢 當然 沒有人知道之後會升不下 但是 我想大家都會看一定一點 未必即時撲進去 要買那隻 因為很多變數 尤其是他的近年 都比較投資 海外的物業比較多 海外的物業 是不是真的 那麼容易看呢 升值能力 是不是那麼容易 像是你香港可以看得到的呢 你真的要了解一下 雖然 他出的債券到現在大部分 都是A級的 評價為之比較高 但是 我們也要密切看看 這間公司 他的財務狀況 我似乎近幾年的財務狀況 還未必太過理想 所以我覺得 是的 如果通脹是不斷的 這些資產類的東西是會升的 但是 資產還資產 你經濟還未回來 那些租金 仍然是有些壓力 不是那麼容易上升 要看人家的生意 如果生意不行 那便租不出 或者大財團不走 這些商場內租 確實影響到他們的收入 所以這件事 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覺得 應該什麼時候都要分散不同的資產 不會只是持有港元 而持有其他資產 不單只是買一些 類似股票型的Risk 雖然說是信託基金 但是 你要信得過這間公司 你總要有一個風險 叫做非系統性的風險 有機會這間公司突然換了人 換了管理層 整個決策都會改變 所以什麼時候都不要 孤注一宅 獨孤一味 一定將雞蛋分散 所以我什麼時候都說 海陸空三軍 這個策略非常重要 就算你收這些收息股 都要分散 不要單純拿死一樣 像這些基金 它持有很多物業 但仍然是大部份去香港 是否應該分散不同的地方 例如 這個例子 不是叫大家跌進去買 例如美國 這些也是Risk 亦有很多商場 寫字樓買了 近年 你見到剛剛這一年 它的波幅也沒有像它那樣大 但是它也可以收租 它大概的息率差不多 這些都是一個例子 大家都可以參考 這隻O這隻股票 當然 不是叫大家馬上去買 但其實外國有很多信託這些基金 真的有很多例子 你一定要分析一下 研究一下才知道 這隻又是另一隻 這隻差不多收息差不多12厘 有很多例子 但當然 風險 這些會大很多 這些比較多的股票類的基金 所以 我自己 相信 買這些會買少許 但不會買很多 你也要看回過往的表現 你要知道自己 風險承擔的能力 真的要看清看錯 不是說 Ivan又買基金 吳仔又買基金 我又跌下去了 那是正的 不要這樣想 一定要分散投資 佔你的投資一部份就足夠了 一定要看回它的成份 我覺得債券成份 多些都重要 像你說 儲蓄一定要做 這些都是磨一口飛的 我自己做了很久 做了十幾年 就算這幾年 我也有類似買這些 西瓜計劃的 這些儲蓄計劃 短短 五年十年 存到一筆錢 例如一百萬 百多萬 你將這些不斷滾傳 五年後 由五千元 六千元 七千元 不斷地拿 由四十幾歲 拿到八十幾歲 到時候可以拿回本金 或者 隨時中間 我真的要等錢花 你中間就拿回本金 又可以 這些儲蓄計劃 市面上有很多 你一定要比較清楚 或者詢問一些比較專業的人士 大家都要分析 理解清楚 才知道自己 如何舒服服 可以做退休收息的效果 就不會說 一味炒股票 一味就是 因為有很多風險 你又不知道 突然拿到股票 會不會又要公股 你又要偶一筆錢出來 或者隨隨便便 最後我都決定不公股了 你的股權又會被貪薄 或者無端端 不如算了 放了 很多這些繁瑣的事情 確實 無論你將來收息也好 將來我想做被動收入也好 都要慢慢去計算 慢慢去了解清楚 如何研究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希望大家支持我這本新書 一千個收息理由 很多不同的收息方法 剛才我剛剛提出兩個 其中一個 一兩個可以不同的收息方法 都有很多方法 包括不同的基金、債券 我本書是詳細講解的 希望大家可以給個讚 訂閱和分享 五仔的頻道 支持我小弟這本新書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分享 給讚、訂閱和分享 我這個頻道 多謝大家 拜拜